作者 按摩师 研波 画骨 麦小布 第626集 并且呢 每件通圆珠密器都有使用限制 一旦输入灵魂气息色数太多了 会导致其中阵法发生混乱使密气失效 这也导致了 只有万保罗最顶级贵客 才有通过通圆珠查询浸息的资格 而这所谓的顶级贵宾呢 最低级别便是金卡贵宾 秦晨所说的黑卡贵宾 自然也能查询属于自己的信息 只是呢 正因为通圆珠密器的珍贵 即便在万保罗内部 也就只有一些长老才能配备 用以查询各种贵宾的信息 而他呢 因为是东周域最靠近五域的 中周城万保罗楼主 非方便行是 他下来任职之前 万保罗也给他一个通圆珠密器 可以查询一些贵宾的信息 可是关键的是啊 通圆珠密器因为太过重大 能够查询万保罗诸多贵宾的资料 因此呢 在万保罗属于绝密的 不是九天五帝级长老 根本不可能知道 他呀 也是占了下四域最靠近五域万保罗楼主的光 这才能配备的 可秦晨一少年他如何知晓 就算他无意中听过黑卡贵宾 但这通圆珠不是万保罗核心人物 绝对根本不可能知道 这下他脸色真正凝重了 当即传言入密道 你到底是什么人 你怎么会知道通圆珠密器的 秦晨微微一笑 同样传音道 我都说过了 我是你万保罗的黑卡贵宾 知道通圆珠密器 这不是很正常吗 你若怀疑 只要把通圆珠密器拿来 我输入气息查询一下不就行了吗 康思同脸色一变 内心思索秦晨的话 开始琢磨不定 难道对方的目的 是为抢夺他身上的通圆珠密器吗 任何一个通圆珠中 都记录着万保罗无数贵宾的信息资料 十分的珍贵啊 可玄机 康思同又是摇头 因为就算秦晨抢走了通圆珠 没有万保罗特殊手法和秘术 也是无法激活通圆珠 查询里面诸多资料的 而这个手法和秘术 即便是他也不清楚 外人更不用说了 就或者说 秦晨真是万保罗黑卡贵宾了 这念头一出 康思同顿时倒吸了一口凉气 若是真的 那问题就严重了 秦晨这么年轻 他能获得万保罗黑卡 那他到底是什么人 大陆最顶尖势力的圣子吗 可就算圣子 一般也只有金卡贵宾 没有得到黑卡贵宾的资格吧 这下康思同陷入犹豫了 他的样子呢 让周围的人纷纷不知所以 只看见两人嘴唇微动 随即让康思同一脸的凝重 大悲老人脸上的表情惊疑不定 他是万分好奇 非常想知道秦晨到底说什么了 竟然能让先前爆跳如雷的 康思同瞬间冷静 而且呢 还露出这个表情 他不由地看了眼秦晨 跟随秦晨的时日并不算长 可不管遇到什么问题 任何时候 此人仿佛都有缓转一切的能力 秦晨见他犹豫不决 顿时哑然失笑 冷冷地传音道 我们就在这儿 难道你怕我们抢了你的通元珠不成 不过是利用通元珠 验证一下我黑卡贵宾的身份而已 还是说 你心知我黑卡贵宾是真 故意不愿拿出来 秦晨嘴角勾勒冷笑 康思同脸色阴晴不定 随即好像稍稍下定决心 一抬手 手中顿时出现一个通体透明的圆球 圆球拖在手中 顿时散出萌萌的光 十分的绚丽 康思同小心翼翼地拖着圆球 另一只手开始捏动手绝 顿时 圆球上弧显出道道刺目的阵法光芒 一道道光芒从中飘散而出 呼 最终 圆球散发的七彩霞光 在康思同面前安静下来 请吧 康思同凝神看向秦晨 内心有着忐忑和不安 就连他自己也不知道 自己忐忑不安什么呢 秦晨跨步向前 淡定地来到康思同面前 右手微微触碰上七彩的铜炎珠 还别看秦晨十分淡定 但其实呢 内心也是万分紧张 并无十分的把握 前世啊 他确实是万宝楼黑卡贵宾 这是毋庸置疑的 但是呢 他的黑卡账户 上官希尔 风少宇 他们也知道 因此当年他死后 很可能已经被上官希尔 从万宝楼占为己有了 假如他现在激活 万宝楼定然会有所精度 而以上官希尔 风少宇现在的身份地位 恐怕很快就会知道 有人激活他的黑卡账户了 这是秦晨不愿看见的 因此呢 他现在准备激活的 其实是另一个黑卡账户 当年的他一心闭关 但因为身份太过高贵 在武裕中呢 也有一些朋友 万宝楼中 自然也有一名供奉长老 就好像激家的激无血一样 跟他是关系莫逆呀 当时 对方偷偷地 又给他开了一个黑卡账户 因为啊 前世秦晨一切东西 都交给上官希尔处理了 对方还调校般告诉秦晨 这是他藏私房钱的地方 两个黑卡账户 激活方法并不同 这个私下账户啊 得用特殊手法 秦晨当时只是一笑置之 他自然不会藏什么私房钱 因此也没放在心上 自然呢 也就没告诉上官希尔 而现在 秦晨准备激活的 就是这个 私下里的黑卡账户 这账户除了当年 他那位好友之外 没任何人知晓了 而且呢 他那好友也说过 账号十分的安全 不管秦晨做什么 即便是开户人 也是很难查到的 右手轻轻抚上通元珠 秦晨当即怪书一股无形的魂力 同时呢 利用魂力暗中施展特殊手法 渐渐开启了专门的账户 嗡 通元珠上瞬间是光芒璀璨 分析秦晨传递的信息 通元珠记住的是舞者的灵魂之力 秦晨重生之后呢 虽然肉身改变了 可灵魂之力 还是跟前世一样的 虽然前世今生 两道灵魂融合了 但想模拟出前世的灵魂之力 还是十分轻松的 他将一丝灵魂力 渗入到通元珠里 再加上刻上当年的特殊符号 顿时 霞光璀璨的通元珠中 有黑色光芒闪烁 无数黑色流光汇聚到一块 在透明的珠体内 形成了一张黑色的卡片 这张卡片造型古朴 十分的复杂 上面是纹路闪烁 中央的地方 还有一个数字 只是那数字呢 此时朦朦胧胧 无法溃探 万宝楼每张黑卡都有编号 代表的是一个人 因此 能拥有万宝楼黑卡的人 无不是万宝楼最尊贵的贵宾 他们的身份呢 自然也都是保密的 以康思同中招成万宝楼 楼主的身份 他拥有的通元珠呢 级别不高 因此只能查证 秦晨黑卡的身份 无法查出秦晨黑卡的编号 这也是保护 万宝楼贵宾的信息呀 真正能够查阅者 除非是万宝楼 武裕总部的核心长老 但是呢 那都是武裕剧情般的强者了 其他人根本没资格 这 真的是黑卡 呼噜一声 一口唾沫咽下去 康思同脸色顿时变得一片苍白 他双腿发软 有些难以维持了 只感觉浑身虚汗直冒 差点一头栽倒在地上 这是他有生之年 第二次见到黑卡贵宾呢 记得上一次 还是三十年前呢 他在武裕万宝楼分楼当伙计 结果一名强者前来直接出示了黑卡 当时呢 分楼的万宝楼楼主亲自迎接 恭恭敬敬 把对方给引入贵宾室了 那黑色卡片复杂的纹路 跟如今通圆珠中展示的一模一样 他绝对不会看错的 而且呢 通圆珠也不可能搞错 这位大人礼礼我万宝楼 康某有事远迎 还请恕罪呀 这个康司同脸色瞬间变了 整个人跨前两步 朝着秦晨躬身行礼 身举了一躬 突如其来的一幕 让场上所有人为之变色 特别是胡管事还有李贡讽 两人脸色更是变得无比精彩呀 老主大人 他们口中干涩 喃喃地说道 一脸都不可置信了 闭嘴 啪 康司同一声怒吓 反手一巴掌抽在两人嘴上 原本威风凛凛的胡管事 顿时如死狗一般抽飞了 人在半空中脑子已经蒙了 张嘴喷出一口血 脸肿得跟馒头似的 胡飞 你好大胆子 如此尊贵的贵宾来我万宝楼 你竟然不通知老夫 反而在此怠慢客人 还敢对客人大大出手 你找死吗 康司同一声怒吓 浑身发抖 他这是怕呀 万宝楼黑卡贵宾 每一个都是尊贵无比 哪怕到了万宝楼总部 至少也得是核心长老湘迎 恭恭敬敬 哎 别看他在这儿是微风淋淋的 是所谓的万宝楼分楼楼主 可一旦秦晨上诉到五云万宝楼总部 他这楼鼠啊 分分钟得被撸了 而且还得关入万宝楼大楼 生死难料啊 万宝楼做尽天下生意 最讲的就是一个服务 堂堂黑卡贵宾 在万宝楼遭遇到不公 那恐怕是天塌一般的大事啊 如果查清楚是他康司同的错 万宝楼总部高层都得前来道歉 他当年为征这个分楼楼主的位置 下了多少血本啊 可这些年呢 在中州城坐镇早已经赚回来了 但一旦被秦晨投诉了 别说这些年吃的得吐出来 性命都得受到威胁 他在这万宝楼坐了相当长时间了 不日之后 有可能会声调回五欲 若因为这点小事阴沟里翻船 他冤不冤呢 他目光一寒 下定了决心 当即对着秦晨拱手道 这位贵客 先前是我万宝楼怠慢了 还请贵客见谅 不知贵客有何要求 只要开口 哪怕是杀了这些不长眼的狗东西 老夫也绝不包庇 呵 他这是豁出去了 楼主大人 不要啊 楼主大人 普通一声 吴管师瞬间跪了 惊恐道 我也是听了范侍从的命令 这才会对这位客人不敬的 还请老主大人饶命啊 范侍从 这到底怎么回事 康司同目光一寒 顿时有人把之前那事说出来了 这范进是找死吗 康司同大怒 原来之前秦晨已经跟小倩 严明自己身份了 是那范侍从仗着自己关系 不通知自己 擅自行动 顿时让他是怒不可遏呀 早早通知他 哪有这么多破事啊 来人呢 把那范进带上来 不多时 范进被带上来了 看见场上凝固的气氛之后 显然不知道发生什么了 只是站着惊惊的 楼主大人 您找我 啪的一声 话音还没落呢 一个大耳瓜子直接抽过来 满嘴的鲜血喷出来了 从今天起 你不再是龙夫的侍从了 念在你没有功劳 也有苦劳的份上 我先不杀你 让听从这位贵客的发落 康司同冷冷地说道 要你们 冒犯贵客 还不听候贵客发落 康司同看脸 胡管事等人 目露杀鸡 显然 只要秦晨开口 他就会雷霆出手 把众人斩杀 没人会怀疑他的决心 这一刻 场上所有人都惊怒地看着秦晨 胆战心惊呢 甚至连李贡凤也有些打鼓 他先前也对秦晨出了手了 看楼主这架势 如果面前这少年吩咐下来 恐怕楼主大人 连他也得教训 李世坚呢 心中惶恐 都快站不稳了 好了好了 你得小事而已 楼主何必大惊小怪呢 秦某是来做生意的 不是来闹事的 让他们退下吧 乱糟糟的 成何体统 秦晨摆了摆手 他来这万宝楼是有事啊 不是跟这些家伙纠缠不清的 而且万一事情闹大了 万宝楼上级若查起来 把他身份暴露了 那就不好了嘛 毕竟啊 他这黑卡身份 绝不能暴露出来 哎呦 多谢大人 多谢大人啊 无管是等人如何不知啊 自己姓名握在秦晨手里呢 顿时激动的 贵客 您真不用处置他们吗 康斯桐有些不敢相信了 黑卡贵宾呢 这么好说话吗 怎么 楼主大人非要我处置几个人 你才开心吗 秦晨撇了眼对方 自然不是 康斯桐也是一阵大喜 秦晨能这么说 显然不准备追究这里的责任了 顿时对着胡管事等人说道 还不退出去 好好反省 哦 是是是是 胡管事等人 连忙成慌成恐地退出去 小倩 你留下 听后吩咐 康斯桐又闹 37号美女小倩这时还要点惊气 听到楼主大人吩咐 连忙留下了 恭敬地站在一旁 他震撼地瞥了秦晨一眼 但不敢多看 急忙要低下头去 生怕惹来秦晨的震怒 两位啊 请坐 待所有人出去之后 康斯桐亲自把秦晨和大悲老人安排坐下 那态度之恭敬啊 让大悲老人都有些心惊胆战的 他震惊地看脸秦晨心倒 哇靠 这怎么回事啊 这黑卡贵宾到底什么身份啊 上一八戒后期巅峰武皇这么恭恭敬敬的 而且还是万宝楼老主啊 哎呀 我增添地看这阶子